我们把游戏难度往上调下吧 调到传奇级好了 前两天赢得太多了不正常 自己提吧 尝尝传奇级什么感觉 难度高了不会影响转会难度 跟转会没有任何关系 难度高的纸盒比赛有关系 两人帮我们三个 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 进吧 1045分钟进车 难不论压的还是挺靠上的 哎 三个一 好的 嘿嘿嘿嘿 还在我脚下 Shoot 好的 中间有机会 走了走了 扛住扛住扛住 哎 尸门 Yes 哈哈 马斯托尔 带入门匠一个失误 哇 没人防 还不错 客场 拿下南普顿 关键是我们在场面上也占有着绝对的优势 可是比赛数据感觉又不是这样的 南普顿有这么多次射门吗 哎 德斯托尔夫走了 太好了 有钱了 这么多人要买格里斯卡 Tiler 你要走是吧 拜拜 现在不如马签了吧 德派签完了还有250 然后他150 然后他90 既然都够 那也要顺利走 斯特根再说 把德派签了 现在 左边后也签了 然后 那个 他也签了 斯特根再说 斯特根 再拖一下 哈哈 有奥布拉克呢 有人要买奥布拉克 所以我在想办法卖 格里斯卡卖了 3200万 转化到了波尔图 下半个赛季 就不太 不太好踢了 能混到奥冠资格就行 维斯切尼提前腰 米林提中场 行吗 还有那谁呢 威尔哈纳 威尔哈纳 威尔哈纳提 右边后卫去了 米林提右边后卫 那个右边后卫 还伤 今年挂了 今年下半赛季挂了 明年上半赛季喝就好玩了 哪把斯特根签了吧 奥布拉克万一被卖了呢 反而有钱 斯特根到时候不行再卖了呗 60多万薪水呢 能签不少人呢 还能签五六个呢 给你一份合同 阿玛夏是不是也可以签 安德鲁签不了 哈哈 心里好难受 德派签过了 伯格巴也签了 太不错 给他一份合同 谢尔尼是不会卖的 下半赛季就靠他 你可以租出去 阿玛迪 你不就是首发了 你神经病啊 你不就是首发了 你还要什么位置 喝多了是吧 看我替布里 这门匠都不管了 摩尔 和 和他可以搭当中后卫 他伤育了之后就好 他可以替边后卫 边后卫 处置地点没关系 然后右边峰 前腰 左边峰 前峰 需要点中场 哈哈 学不个中场 其实他可以 谁又被卖了 奥布拉克被卖了是吧 奥布拉克也被卖了 没门将 走租个门将去 干掉斯特城 哎 干掉雷斯特应该没问题吧 已经落后 虽然我们后长线差点 那前场强啊 至少能进两个球吧 呵呵 后卫又赏了 加油 唉 一边输 但我不认识你们 缺个门将 来来来 正好缺中场 过来顶一下 球员受伤 三天 三天不算受伤 再来一次 看看清晰里有什么能提拔的 扔提拔过来一两个 啊 你们两个人都去死 真是太烂了 你可以放弃 我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 孙 三星 要四星为了留着用 你就先顶一顶吧 我不卖 你们别没完没了的 我现在不缺钱 我现在缺人了 马歇尔同意 来吧 23水 看他能不能买 能报 1400万 百人还是同意 把多纳鲁马租借给我们 耶 有门将 你也同意了 是吧 就靠这奥阵容 如果一线作战的话 扩空气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人线作战的话 将就将就没准也能扩过去 好点我们全放在恩摩洛呢 左边是个内门 关键这几个伤号 伤病得赶紧好 接受 张宇宁是吧 等我把钱都花了 实在没处花的时候 我就买回去好不好 组总杯 换到替补的替补阵容 输了就输了 跳过 2比2占平 最后什么结果呢 回小桌上再干一轮 拉马大 你们估计它是谁转世 23岁 树枝81 欢迎来到斯托克城 拉马大 这树枝 出射门差点上个都行 空球88 短船96 滑铲78 拦截81 SQMUS差一点 我也没所谓 还这么多钱 我刚是买了个人对吧 天哪 后来名单里还有谁能买 给张宇宁个报价了 26岁 都71了 还极重要的政策队员 200万 来不来 给吉米西一份合同吧 反正现在有钱 他是不是也可以 他也到期了 给他一份合同 有钱 张宇宁解手 那就来呗 客场的切尔西 我们自己提吧 换到12阵容 顺便 先检验一下新签的这名中厂 拉玛纳 库尔图瓦 科斯塔 库尼奥哈达尔沙奇 呦我的天哪 第一头碰到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没弄手发呀 那么强 帕托也在 范金克尔 瓜达拉肚 正保平吧 感觉切尔西都把我们包住了 从哪儿球上去 吓回跳 我说不要再站一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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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 蛤 蛤 无去段玛利奇的球 半玛利奇一下 我们嫣麻利奇接着跑啊 摩洛,看泥泥了 好的好的,再分辨度 那么宽的地方,你飞往他脚下船是吗 好的,内门还有体能吗 我靠 我真是疯了 那谁喝茶让我准备射门了 要死了,切尔尼 你回来干什么 会不会把一球接走了 你说人家傻不傻 还好把一球救回来了 切尔尼,太帅了 我可没人都起脚了,摩洛竟然过来把球接走了 平时你想斩着的,他能跑球到后面去 这会儿要躲,还要他过来 远端 对 起初拿 中间 维斯切尔尼,没开二度 这维斯切尔尼真的是搜得成一宝啊 来的时候他就在嘛 一个小孩儿,不止有五个性的skill moves,关键他身体也好 就不知道潜力到底怎么样 二兵战胜切尔西 完美的一场比赛 连胜记录被斯托尔尔打破 哈哈哈 张云英同意了我们的合同 来吧 你也接受啊 好 还是有钱 把莫拉雅签了 要不 回来可以拿他换好点的门匠 可以租吗 短期租金 来吧 大为单半年 鸡米鸡肉还是同意 建议 钱又花出去 高兴 莫拉雅同意了 那就来了 还154 15万的薪水 你也接受 这样中厂人就够了 至少有伤病的话 可以有人可以补一补 收益8000万 小一个亿 卖德苏洛夫 格雷兹卡 还有奥布拉克 格雷兹卡不是一开始非常想卖的 但是出的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你就可以拿他那些钱 钱还更多的人嘛 我觉得 还是比不错的交易 比如要买窩呢 明年再卖了 今年先这样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东窗都干了些什么 都买得到了谁 买了一个中后卫 苏尔 还有一个中卫 赫尔南 赫尔南德兹 亨特兹 反而两个中后卫 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中后卫 然后 肖克罗苏要退役嘛 三个人打轮换也足够了 后腰比较有潜力 前来当替补 贝利也是签来的吧 一年租借 主要是我们没中场用的 顶一下 辣马纳是花钱买的 还不错 上场比赛提切尔西的也可以 这一名后腰 主要应该还是换钱用吧 格雷兹卡卖掉了 伯格巴应该会留在阵中 三森看看情况吧 他年龄不大 没准可以一用 还有吉米西 27岁 奥布拉克卖掉了 但是会来的 但斯特根下个赛季就来了 可以留着用 也可以换人 多大鲁马 足过来先顶半个赛季 莫雷亚也签来了 也可以拿他换人 数值78 拿他加些钱换一个好点文件 也不是不可能了 这个边后背是亲签来的 可以提一提补 德特夫卖掉 年龄也大了 本德泽特年龄也大 但数值高 可以换钱 马夏尔德派 都是当打之年 这个边峰年龄也不大 R78的四颗星SQMUS 还有谁 法比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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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后背 也可以踢左边后背 我想踢左边 还有谁 布鲁马 可以换钱用 布鲁马 数值估计就82左右 尼亚纳 前锋 82 主要还是速度还可以 就是没有SQMUS 身高也可以 可以拿他换钱用 我现在目前为止 这些人文部落还是挺玩意的 然后可以拿他换 可以拿他换 特别拿他换 这个克雷亚 还前来张雨宁 张雨宁就是 哈哈 有机会让他玩一玩吧